大家好,今天开头先来回应一下昨天的视频下面几个网友的质疑 昨天咱们不是分析了习近平和王岐山之间的关系吗 就有好几个网友在留言评论里面提到了毛流关系 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 说按我那个说法呢,刘少奇没有染指军权嘛 刘少奇是国家主席,他并没有去掌握枪杆子 为什么毛泽东还敢到刘少奇威胁到他 产生了这么大矛盾,一定要把刘少奇搞掉而后快呢 首先,刘少奇并非没有在军队里面的根基 相反,他的根基还相当深厚 他并非没有染指军权的能力 因为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时期 就是新四军所开创的那个华中根据地的创建者 瓦南事变以后新四军被打残了 刘少奇作为新四军的政委参与了这支武装力量的重建 新四军后来一部分被并入了东北野战军 其主力被改编成为华东野战军 也就是三野 而且在1948年国共内战期间 刘少奇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 作为中共的军事领导层的核心成员 协调指挥,就是协助指挥了 辽省平津淮海三大战役 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时候 刘少奇仍然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席 排名仅在毛泽东和朱德之后 所以刘少奇是有在军队里面深厚的根基的 如果大家觉得刘少奇仅仅靠他在党务政务 这种官僚系统里面的一点点成绩就可以向毛泽东叫板 那可能还是考虑的简单了一点 对中共的党史不够了解 当然了这还只是毛流关系的一个侧面 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矛盾激化 他的因果关系是刘少奇主动向毛泽东发起挑战 至少是毛泽东赶到刘少奇再直接向他叫板 欲取而代之 从而怀恨在心 后来发动文革将其打倒 这里面一个转折点 毛流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被迫认错自我检讨 为这个大跃进的失败承担责任 刘少奇在这个会前的文稿起草阶段就提出了四点意见 当中就要求中央必须为过去几年 这个大跃进当中的工作失误承担责任 所谓中央承担责任就是只要毛泽东承担责任 这就相当于直接向毛泽东挑战了 毛泽东在会上是被迫自我批评退居二线 后来 刘少奇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改变经济工作方针 所以这一系列过程呢 让毛泽东感到遭到了政变 被夺权了 所以怀恨在心 为后来几年 这个中共领导层彻底决裂 文革的发动埋下了伏笔 这是毛流关系的一个背景 它的关键点在于是毛泽东赶到刘少奇 在向他发起挑战 在削夺他手中的权力 而现在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关系呢 其实说的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很多人说的是 由于王岐山他通过反腐运动 威令行于全国嘛 所以即使他没有主动从习近平手中夺权的意愿 客观形势也造成了 他是习近平的威胁 讲的是这个事 但是我说的是这种情况是不成立的 因为习王他的政治目标仍然是一致的 王岐山他既没有从习近平手中夺权的意图 他也不存在两方当中 其中有一方主动挑起事端 去威胁另一方的这种迹象 同时王岐山他也不染指军队 不试图控制军队 还有公安武警这样的维稳力量 他就不至于让习近平产生直接的受威胁感 其实昨天在自由亚洲的节目里面 杨建利先生也提到了这个毛流关系 因为说在极权体制下 政治盟友经常会演变成为政治对手 因为这些话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 什么毛流关系 这个邓赵关系 还有习王关系 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这个历史事件 一说就要说很多 在别人的节目里面 确实没有办法展开来讨论 所以我其实是比较喜欢自媒体这种形式 就是自己比较从容 可以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完整 对 就是虽然在中共历史上 政治盟友经常转变为政治对手 这种情况发生过好几次 但它仍然是有条件的 目前习王关系的本质 我认为还是更接近于普京和梅德维杰夫之间的关系 它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质变的条件 当然呢 我这个判断可能很多朋友也不同意 咱们反正可以通过事实的发展来验证吧 如果我这个分析是错误的话 我以后再来纠正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十九大的事情 郭文贵在5月25号的视频里面是说 他觉得十九大顺利召开的可能性很小 这一段我是听到了 那后来有朋友告诉我 关于十九大能否顺利召开这个问题 郭文贵的语气又有所缓和 那么我们假设 十九大假如不能顺利召开了又怎么样呢 它又会发生什么呢 所谓十九大不能顺利召开 意思就是习王联盟不瓦解嘛 习近平不放弃王岐山 坚持要让王岐山继续留任政治局常委 执掌十九大以后的国家监察委 另一方面是某些现任的高层和政治老人也不妥协 坚持要让王岐山退下来 那么一旦这种局面出现 按照以往的编剧惯例 汇钱剧本就没办法达成 因为重要的人事安排过去一直的传统 中共内部的传统 就是现任的高层和网界的高层 要共同参与编写剧本 各方势力都要妥协点头 拿出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的政治局委员的名单 这个会才能开 那么现在还有妥协的空间吗 从习王这方面来讲 基本上没有 因为王岐山一旦去职 不仅这个反腐会前功尽弃 他们想通过设立国家监察委 把反腐由运动变成制度的想法也无法实现 王岐山树敌如此之多 一旦去职 我几乎可以肯定会遭到反攻清算 那很多人都会想把它置于绝境而后快 像中纪委监察委这样的机构 一旦落入旁人之手 那么高层风气一变 过去很多案子都有翻案的可能了 像薄熙来这样的人付出都不是天方夜谈 今年早些时候法管有报道嘛 说薄熙来在监狱里面这两年可没闲着 不停的在向中央写申诉状 还在动用自己的人脉在监狱外面活动 打听政治风向 伺机东山再起 而且王岐山几年前明确挑明了庆亲王 所以他和曾庆红之间的矛盾是半空开化了 在中共内斗的历史上从来没有矛盾公开化以后 对手各方还能够握手言和相安无事各自养老的情况 所以强敌未除 王岐山退下来只能是自限死地 而对习近平来讲 他如果不能扛住压力保下王岐山 让王岐山在十九大上继续留任 王岐山退下来等于他也遭到了挫败嘛 那么他今后想要打破任期制 二十大以后继续连任的 这种希望也变得渺茫了 而且反腐运动当中 这几年抓了这么多高层 决策者当然是习近平 现在压力的焦点在王岐山身上 是因为把他作为一个直接目标 相对来说容易实现 如果王岐山被拉下来 最后的火力也一定会转移到习近平身上 对反腐运动的对立面来讲 现在这个运动已经进入到了金融领域 也就是权贵家族的核心利益领域 触及到这些利益 对他们来讲那也是生死攸关的 所以对权贵家族来讲 也没什么可退让的空间 他们也是想一门心思把王岐山拉下来 对他们来讲也是个保钱保命的问题 郭文贵在海外爆料的前几个月 其实是积累人气的阶段 五月底对王岐山火力全开 我觉得是进入了实质影响 中共政治进程的阶段 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 中共高层里面有多少人在谈论这件事情了 也许还在酝酿和隔空过招的阶段 但是我想迟早会有人出头 直接提出来把王岐山 从十九大政局常委名单上除名 前期的铺垫不就是为了这一步吗 所谓舆论民意 他一定要有人来汇集 用代表党心民意的这种面目向中央提出意见 这个事才会进入议事日程 所以王岐山去留的这个问题 各方假如都咬住了都不妥协 造成十九大 之前这个政治局委员名单难产 怎么办呢 一种可能的发展方向 就是习王联盟不破裂 他们与政治老人闹翻了 强行召开十九大 他们放弃与政治老人达成一致的努力 转而用控制十九大党代表的方式 在会议上达成自己预期的目标 我们在谈这个蔡奇 破格被升任为北京市委书记的时候 其实已经说到了这个意思 那么在剩下不到半年的时间 习近平想要走这条路 就得要更多的破格任命自己的人 去控制重要的部门和地方 使这些部门和地方产生的十九大党代表 是完全听命于自己的 当然这么做是强行改变官场的生态 因为破格的事情一旦多了以后 它会激起很多动荡 老人干政呢 是过去几十年 中共高层维持权力平衡的一种必要手段 是这些权贵家族能够和平共处 去延续自己利益的一种必要方式 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潜规则 强行把它拆掉 当然会有连锁反应 在走到这一步之前 也许还会有一些别的选项 有一些过度做法可以尝试 比如中共在历史上 有的时候高层斗争 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意见 它就采取召开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做法 所谓扩大会议 就是把原来不是政治局委员 候补委员的人给找来 这些有实力 但是不具备参加会议资格的人 一起找来开会 那么参加会议的人一多 争执不下的一派声音 得到支持就会被放大 从而把另一派声音给压下去 遵义会议 就是通过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方式 毛泽东完成了夺权 在会上把李德博古给压下去了 前面讲这个刘少奇向毛泽东挑战 毛泽东被迫为大跃进做检讨 在那次七千人大会上 那个七千人大会就是一个扩大版的中央工作会议 在那个扩大中央工作会议之后 刘少奇又主持了一个所谓的西楼会议 就是政治局扩大会议 所以刘少奇他是通过扩大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政治局会议 这个双重威力的叠加 他才能把毛泽东的大跃进路线给拧过来 逼迫毛泽东退让 那么在十九大之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可以是一个选项 最后关于爆料呢 我想再说几句 当然爆料会带来围观 越有猛料 围观的人越多 围观虽然会带来压力 但是最终要对历史进程产生实质的影响 我觉得还是要有客观直接的物证 因为围观情绪是可能消散的 但是客观的证据一旦被人们所了解 它就是不可磨灭的 如果只是激起围观的热情 它能够形成舆论的压力 但是至于此 至于围观形成压力的话 却不免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的手段 这种压力会被一派用来作为向另一派施加压力的砝码 而无法磨灭的物证 却能够产生促使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压力 因为面对这种简单直接的物证 当事人他有明确要做出交代的压力了 那什么样的证据算够简单够直观呢 比如说王岐山的妻子姚明山说她是美国居民 那么她的申请文件绿卡号码 比如说那几个女孩是王岐山的私生女 那是否能够证明她们和王岐山之间有DNA联系呢 如果没有办法直接采样王岐山的DNA样本 那王岐山其他的亲属 他们的DNA样本和这几个女孩的DNA样本向比对 是不是可以找到相似性 从而能够间接的证明 这几个女孩和王岐山之间有血缘关系呢 当然这方面呢 我是比较无知的啊 因为我现在想到的就是 有没有其他间接的方式可以提供客观的物证 再比如摇庆本人 在海外活动的视频音频等等 当然以上只是我自己随便想到的 意思就是说能够起到同等作用 经得起检验的物证 证据本身的威力是来自于它的客观性 同时它越直观越好 视频比音频好 图像比文字好 视觉材料比数字比银行对账单要好 越直接的物证 那对于中共来讲 它越有回应的压力嘛 我前两天说 如果习近平当局能够引进一个独立检察官制度 来平息舆论应对丑闻 那就算是爆料对中国进步的一个直接成果了 然后就有不少朋友说我太天真幼稚 党控制一切 怎么可能允许有独立检察官呢 当然我知道像美国这种独立检察官 这种独立检察官制度搬到中国去 当权者是不能接受的 我的意思是说 证据本身的客观性 它也就要求当局在回应的时候 要增加透明度和说服力 按原来那种方式走不通了 它至少得比以前透明吧 那么怎么实现这一点呢 那就是习近平要去考虑的问题了 那不是我要考虑的问题 那是他的事不是我的事 如果在这个体制内已有的手段实现不了 那他就要考虑或多或少突破这个体制 采取一些体制外的手段了 当然他也可以选择 对于屋子里站的一头大象 他完全无视 那个时候会有另外的政治成本和风险 从人类历史的一般经验来说 对于显而易见被揭露出来的事实 你完全无视它 还能够让政治活动原样运行的 还没有 它会带来其他方面的风险 伤害你其他方面的目标 以及整体目标 一旦你给一个黑屋子打开了一扇窗户 那么光线透进来 它不会只照亮一小点 它整个屋子的能见度都会提高了 当然有的地方还会相对黑一些 那么中共过去镇压迫害民众 制造的种种冤假错案 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有机会被审视了 因为过去大家不知道 那个黑暗的墙角还藏了一个东西 那么现在大家知道了 有一点光线进来就知道那个黑暗的墙角 原来还有过去不为人知的东西 那么人们就会要求开更多的窗户 让我们把那些墙角看清楚 所以我个人的愿望呢 是希望爆料能够朝这个方向走 达到这样的结果 而不仅仅是调动大家围观的热情 让这些热情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的工具 一派打击另一派的工具 那么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